為何找傑仔做黑合的呢? 這件事是自從黃飛鴻拍完之後 已經在談這件事 所以是理所當然的事 當時我記得是 是黃飛鴻之後 我覺得你們可以做一些 另外一個嘗試 就是一個比較現代化的嘗試 去黃飛鴻, 無限的 我第一個打的時候很大 你第一個打的時候很大 很快很快 確實是嗎? 现在社会那么复杂 就是那么多到处都是坏人 你感觉上现实世界上 有没有需要有一个黑侠这样的英雄出现 我想在很多的人思想当中 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超越法律之上 而去完成一些对社会的不公平的现象 比如说可能有些人无罪 而因为没钱打官司就变得有罪 或者罪会重一点 或者有人有罪 而因为他有很好的律师 他有钱可能打赢这场官司 这种现象我相信在整个现实社会中都会有 但是不是很普遍 但是肯定会有 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就是为了表示大家心里的不平衡和愤怒 就希望有这么一个黑侠这样的人物 能够超越这个法律之上 来去提天行道 来完成这个大家心目中的不公平 我觉得会有这种想法 这部戏主要是我想故事要求的比较严 就是说在无痛的状况下要两个人格斗 这种处理起来比较困难的 好像八夜都很费心急 不过出来不错 因为蛮有不同的风格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个动作 是在无痛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 你从来没见过 我希望你幸福 麻烦 Verse